我们现在再来看 分析产品 产品知道 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业务人员 全部都选举起来 你要会 例如说菜头选到 然后shift键按住点到小咪 就是每一个人都选到 因为或者是 你就直接把那个业务人员 那右边那个三选就关掉 关掉 也是可以的 就是我不要针对人来去做 我要针对什么 我要针对产品 我们来看一下产品 产品 好 那产品 各位应该记得住 就是我们公司的业绩是下滑的 例如说 我现在给你们看那个趋势线 就是这条趋势线 给你们做出来 滑鼠右键点随便一格 滑鼠右键点随便一格 有一个叫做AID 随便一个资料 资料 然后有一个AID Trainline 趋势线 趋势线 好 那我建议你们就点线性好了 它的趋势线 因为右边我没办法去讲得很清楚 可以吗 有没有画出一条线 就算你没有那条线也知道 这边很明显嘛 资料显示大概是下降 对不对 你放心你老板也看得出来 好 我们先来看产品哦 我们来教你做切片分析 去看到底哪一个产品 决定了公司的这样子的一个密码 或者到底是不是产品的影响 那当然第一件事情 公司主力产品一定是电脑 不是都不可 就是桌上型电脑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就直接点桌上型电脑 桌上型电脑 你有没有发现 那个趋势线 其中的我们是颠倒过来的 颠倒过来的 有看到哦 也就是说这个意思是说什么 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 这个桌上型电脑 好像有越来越卖得好 至少 至少 至少它不是下降 对不对 也不是说高到很多 但是 但是我们公司还是可以继续再卖 经营这条路线 这样看得懂 那我们来看 笔记型电脑 笔记型电脑 你知道笔记型电脑被什么东西取代吗 手机 之前那个iPad 对不对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事 而且合理 像例如说 比如说 那个美女 你应该是 还是有一台桌上型电脑 对不对 可是 可是 你在选择 你自己选择 要以攜带方便 你可能就是用平板 或者手机 就不需要再买什么 笔记型电脑 所以 当我们今天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那老板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些决策 而且是比较正确的决策 这样子的分析才是我们希望各位要培养起来的能力 Slicer介绍到这个地方 分析介绍到这个地方 在态度等 还是我们下转的 但是我更难以为 那就是并且